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花藝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耶 今天來到桃園 風和日曆非常的熱 我們來桃園幹什麼 來介紹這台車嗎 是在孤車嗎 這台車有必要介紹嗎 我們已經介紹過很多次了對不對 沒有 我們今天的節目 是老司機來帶路 我告訴你 厲害了 有沒有很像老綜藝節目 厲害啦 老司機來帶路 邀請到哪一位老司機呢 我告訴你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 非常非常喜愛的一個 在YouTube裡面的一個圖文作家 而且是罕見的 在我們頻道裡面 有破百萬訂閱的YouTube 又來到我們節目重量級了 好不好 我們來歡迎這位圖文作家 我不介紹名字的大家一定認識 來來來來來來來 Yo 小師哥 大家好 我告訴你 我最喜歡看他的影片了 你看 尤其他都畫那些 比如說鬼故事啊 我也不是鬼故事啊 不是鬼故事 可是我這是圍騰啊 我那是圍騰是不是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很多人都有開這個玩笑 很多人跟你開這個玩笑 哎呀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些畫畫都喜歡分享 這個開痔瘡的過程 沒錯 因為我們每個插畫家 幾乎都有痔瘡 因為我們都是長久 坐在那個電腦前面 然後坐久不久就長出來了 哎呀 也來 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大家都那麼愛分享 自己得痔瘡的經驗 好啦 這個就洋蔥啦 好不好 我聽過你的名字聽很久 但是我們就是沒有見到面 因為我們有很多共同好友 例如這個 蛇丸嘛 對不對 蛇丸也有跟我提過 提過跟你哥拍過片 對 除佛瑞德 海力 Fragger 然後海力 而且我跟你講 我們除了這共同的好友以外 嗯 在我們兩個的影片的共同好友 都有出現過 哎呦 誰 阿戴你知道嗎 誰 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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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阿文在哪裡 他的影片中是不是有阿文 對不對 沒錯 有個尖尖的頭的角色 這是阿文 那個 欸 那個阿文 其實就是小師哥幫我配的啦 我真的有看 我沒有看到你 所以剛剛鬼故事 真的不是 真的是故意的 對 那個是梗 那個是梗 我們的檳榔城短影音 有一個從來沒有出現在 螢幕過的阿文 就大家都在問說 那個阿文到底是誰 其實就是同一個人 欸 對 所以未來呢 大家如果去看洋蔥的這個動畫 就知道阿文 換一下是檳榔城去他那邊配一下 可以 然後看哪一支是檳榔城配的 還認不出來 對啊 那個買汽車片 當初他買這台車的時候我知道 因為又是那個損友 海力 海蕊啊 帶他去處理這一台 福特的 Focus 超紫版 我是很喜歡他這個流線 當初我就是被這個流線給吸引 最後我才訂了這一台 它有兩個折線 四道折線 就是兩組折線在引擎蓋上 其他車應該沒有這個線吧 就是我覺得車子 像對我來講 車子是一個藝術品 就每一台車不管車頭車側 整個3D的設計 我覺得都很像藝術品 每一台車的腰線 還有你說的這個折線都不一樣 所以你看藝術家看到的地方就不一樣 他是看到這個 沒錯 有時候停好車 停在那個車格上面 然後我就在這個車頭前這樣子看了一下 他覺得很舒服的回家 唉唷 雖然我都沒在洗 上面的鳥屎 看得出來賺很大 賺很大嗎 時間很少 我開過的水 你當初在買車的時候 這麼茫茫的車海 你是怎麼做功課去選定的 嗯 其實當初我就在考慮四門跟五門 我就是不太喜歡胖胖的感覺 我就喜歡一個 這個俐落的這種叫車這種形狀 所以我就選五門 其實我不知道五門 選四門的啦 我選四門的 我選四門 對 我就想要突出來的感覺 喔 你就喜歡這樣流線型的啦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考慮 ElanTRA ElanTRA也是差不多類似這樣 對 跟這一台 然後兩台 直射 然後我也去那個 現代那邊看 然後沒有到復活那邊看 然後最後決定買這個 這樣子 然後都想買藍色 你喜歡藍色的 對 我想說我想要中二一點 但是紅色我怕我不太敢開 但是它這個藍沒有那麼的中二 對 我不喜歡那種 可能再淺一點的藍 我就不敢開 對 有那種寶藍色更亮的那種 那個才中二好不好 我是不喜歡受人注目的 這個顏色是剛剛好 看得出來它真的不喜歡受人注目 它就戴著面具都不露臉 沒錯 像剛剛就很多你的粉絲經過 就會這樣子 對啊 欸 它這樣蠻方便的 它這樣去酒店都 欸 不要講出來啦 我看很多擦傷欸 引擎蓋也有 然後這邊也有欸 這我要澄清一下 全部都是我媽裝的 旁邊也有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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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都是怎樣 你是這樣子在抓門吧 欸 怎麼會有這個 我都沒發現 是你講我才發現 你是這樣在抓門吧 應該是有做指甲的人開才會吧 真的假的啦 你有做指甲的人會開車 應該是我媽或我妹 反正應該不是 所以這台車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在用嗎 沒有 我這個是孝親車 我們全家一起用 就是因為我們家很多人嘛 然後有空的人就開這樣子 對 它這個當初是1.5油渦輪的 對不對 然後它有跟車的系統 有 我覺得我買這台 我最開心的地方就是它可以跟車 沒有用過 對對 其實我是一個買車的 我是車子的麻瓜啦 但是就是這個東西最有感 自動跟車最有感 我幾乎高中路上一律跟車這樣 喔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內裝 真的要看是不是 來 我看一下 這也太突然了吧 我跟你講 馬上就看到這40塊 40塊 欸 我跟你講 這個都不怕沒有零錢繳停車費 沒錯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宅男的車啦 我真的沒有在整理 你們來拍我也沒有整理過 我覺得我就要給你們看 我最真實的車況 然後你看我副駕 有一雙拖鞋 這是我可以隨時換 我去運動可以換的拖鞋 可惜了 證明一件事 我沒有女生可以做 對 可惜不是高跟鞋 對 沒辦法 我們就有八卦給你那個 來 後座來看 很像在看女孩子的規房 你知道嗎 好 欸 沒有 後座好多了啦 後座只是有 不知道已經多久以前的 停車券 還有一塊 還有一個巧克力球 喔 我車上最拖的就是 那個洗車優待券 因為我從來沒用過 然後每次加油就一直 我看得出來沒有在洗車 欸 還有巧克力球 不要鬧了 欸 怎麼會這樣 真的假的 欸 不對 這葡萄球 你不要誣賴我好不好 車上有一顆葡萄球 跟有一個巧克力球的 差異性在哪裡 你口味不一樣 這葡萄球會融化 葡萄球場會融化 所以我還是比較乾淨的 哈哈哈哈 而且啊 還有不知道 多久以前的咖啡罐 空了所以不會壞掉 但是會臭 會臭嗎 哈哈哈哈 我等一下丟掉了 既然是老司機來帶路 我們今天來到桃園 你是土生土長的桃園人 對 我出生就來桃園 一直都來桃園 桃園是個好的地方 哎唷 怎麼講 因為地震 不管桃園是水災 不管桃園的是房價 不要亂講 剪掉好了 對不起 我會被罵 市長 哎 亂講話 剪 哈哈哈哈 既然到了這個地方 我們老司機來帶路 就讓洋蔥這個老司機 我看他宅 雖然宅啦 我看他前一陣子 在中原大學 其實他介紹了一輪 搞得我都想要去吃看看 OK Let's go 那我們就出發 我現在只是想要看一下說 到底那些傷痕 是不是真的是別人弄的 哈哈哈哈 其實我壓力很大 等一下真的撞出來 哈哈哈哈 像那個小師哥 你開車會容易生氣嗎 其實我是開車蠻容易生氣的 年紀越大越不會 你開久了覺得 就是這樣 就是有這樣的人 就是畜生就是這麼多 你們頻道講話 可以這麼直 可以 我今天算保守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最喜歡你的那個 你的一部 那個中二的那一部 哦 那個也是 真的是很久以前 這人類的軀殼已經不行了 沒錯沒錯 那個其實打到很多 就是真的有在看動漫的人 因為我那個台詞 全部都是從各種動漫裡面 去收集他的精華 對對對 打網球的啊什麼話 對對對 那隻真的是話蠻久 因為那時候 我也沒什麼助理啦 哦 對 所以那時候 全部一個人幹全部 然後可能他揮一個球拍 我畫五六張這樣子 也多虧那一篇 現在就可以開這台車 你這樣也讓我想到說 我自己駕攝影機 自己站在車子前面拍的時候 你的用車的頻率啊 就是說你 你其實用車的頻率高嗎 啊我老實說是不高 我都只開短程 假如我要去台北 我真的都不開車 我要買大高鐵的 你連去台北 你都懶得開就對了 啊你是怕台北不熟不好停車 對 因為不管 假如你開車 可能塞車時間 45分鐘 50分鐘 然後你去那邊就可能錄影錄兩三個小時 哦對 然後你去的時候已經淚灘了 哦又要開回來 對找車位也是20分鐘起跳 嗯 所以這台車 22年到現在的里程數是3萬5 欸其實 不少欸 不少 哦這是我們三個人開 三個人開出來的 對這樣算多嗎 嗯對這樣算不少 使用頻率其實算高 據里程算高 哦那這樣我的心就 因為我計程車人就花蠻多錢 你開的算少 可能其他人幫你用的還算不少 那這樣最好 比較希望我的車是可以一直被操一直被操 讓買了才有意義 對啊 我那你的想法非常的開放 車買回來本來就是要用 你捨不得開你買它幹嘛 欸對它是你的第一台車嗎 它是我自己買的第一台車 哦 因為我現在 我現在差不多30 快32 對 對那我差不多2829的時候買第一台車 那時候其實也是我家的車 已經開了20幾年 嗯 然後真的已經不敢上高速公路了 我們才買這台的 不然我們其實是會一直撐下去 對 我們有家一台才升A這樣子 你自己心裡對於車這個東西 換車是什麼樣的時間點 是換車的時間點 以我的尿性 我一定是等這台不能開 我才會再買下一台 哦 對 但其實我還是有一些賓士夢 還是希望有一些可以買 看得出來你還蠻務實的 就是省錢會省得很開心 有些人可能是買貴的車很開心 但是我兩個都開心 但我省錢好像更開心一點 我去探索過自己的內心 那小石哥你覺得車子大概幾年內換比較安全 我是想說五年是不是 因為像計程車也是什麼 Uber也是有什麼五年內的行車比較好 其實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思維的角度 嗯 就是有人他可能會定期在 比如說五年以內他就換車 那五年以內換車 他為的是節省這個維護的時間 好 因為可能五年過後 你就要再花更多的時間去維護保養 這個時間就金錢 然後再來你五年的車你賣還有價錢 那你再補一些錢再去換一新的 重新享受他的年輕的距離 你這個講得有點奇怪 你跟丸哥也會這樣講話嗎 跟丸哥更嚴重 更嚴重 這個小錯難 可以搞什麼 可是那時候我在想說 就是好我就把他買一台進口車的錢 拿來變成我五年就換一台國產車 合理啊也是一個方向 也是一個方向 就是不斷的在找方法安慰自己 其實這是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車子有折價對不對 但是你只要不賣 他永遠都不會折價 就跟這個酒面的股票一樣 他的台積電只要不賣 他永遠都不會賠錢 但是他現在也還沒賣 所以他也還沒賺錢 你這樣子看得出來 我現在的車子可以賣多少 殘值對不對 殘值 早有準備 大家最想聽這個嗎 這個當初我記得定價是79萬9 對不對 那你現在已經開了兩年了 好不好 我們來問一下這個汽車小白 你自己覺得 如果是二手車行來收 你覺得這個剩多少錢 好我買74 然後開了三年 然後他如果要賣的話 可能要賣50幾 那他是不是收40左右 我這樣推是不是 好公佈答案 先進廣告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這台車如果現在車商在收的話 的確跟洋蔥講的一樣 我覺得會落在40到45公斤 真的假的 真的 你猜的其實很準確 那我不得不說 海力這台真保值喔 當然那個是保值的 那馬3是真的很保值 還是它是什麼特殊的 就現在已經沒有產出的 什麼特別的 我給你一個大方向 就是日系車一定會比 歐美系的車還要來得保值 從我年輕到現在都不變 日系車在台灣會更保值 再換一個角度 如果你想要保值 你是屬於比較節儉的人 你就看這個路上 能見度越高的車越保值 那我要買神A的是不是 哈哈哈哈 你如果買神A的話 你偶爾還可以 把Uber打開尖尖值 那五年內的新車 不對啊 可是像我這台也是 路上能見度很高 只是顏色不高而已 所以你這台其實 比較起來已經還算還可以了 保值性 只是比起日本車還是差一些 我以為它在台灣排名也是 就銷售量很靠前的車款 沒有 其實還有一個 蠻大的重點 你還有第二個變形就是說 它當時新車在賣的時候 它的折價 有些廠牌它習慣 它有定價嘛 它習慣客人來買的時候 它可以談的空間很多 那有些廠牌它的習慣性 我開這樣 我就是價錢就差不多是這樣 你這樣聽起來有折很多嗎 你說新車買的時候嗎 對對我買其實 福特通常都是折蠻多的 真的假的 對 福特通常都是有很多 但是我記得好像 另一個車款可以折比較多 但這個好像是夯的車款 所以沒辦法折這麼多 所以它還是會看 當下的狀況 因為你買的時候 這個車其實還算是新的 以現在來說 可能它已經是 銷售的末期了 它已經賣三年 已經不算新了 那它的折價空間會越來越大 那我是不是更要在它 當那個新改款出之前 把它買掉 通常都來不及了 好啦 看開一點 對 看開一點 早買早享受 晚買想折扣 好 就是這樣子 對啊 我們出發了 YEAH LET'S GO 好 YO 現在是開始了嗎 開始了 已經開始了 我們真的隨時都開始了 介紹一下 我從小吃到大家的壽司 這個這間是桃園有名的老賊壽司 那以前它只是一個小攤販而已 就是我記得它只有店門口 一小攤販 那攤販在哪裡 那攤販那時候好像在對面 啊 就擺在路邊這樣喔 欸 沒有它好像是豬 就是像那種門口 啊 就像這個豬肉一樣 就擺在門口這樣 對對對 然後後來它就 晉升成店面 小店面 它有租這個棋樓 然後後來變成一整棟 哇 它這二樓也是有座位的 它超級大 就是賣一個壽司賣成這樣 對 看起來很好吃耶 它其實就是主打一個平價 那時候 我記得我小時候 一個壽司大概25元 你說一盒嗎 一盒 然後豆皮壽司 一盒25元 對 就是小時候綜合的 然後你這樣花一花 一個人應該也不會到300元啊 不可能吧 不可能啊 我覺得這一盒就夠了嘛 吃到你吐啊 哈哈 三百元 那你都會選什麼口味 有沒有推薦的 那個月初的時候 我會買最貴的 月初 我覺得它的起司 是從以前到現在都非常好吃的 非常愛吃的 然後還有牛蒡啊 這些都不錯 我有接到案子的時候吃大花 對對對 那如果沒有錢的話 我就吃肉鬆啦 肉鬆是 好像是它裡面最便宜 有啊 沒有 其實都一樣啊 肉鬆 咖哩 培根 石井 日式蘿蔔 好像都是40塊 欸 綜合其實也40啊 那我來個大花好不好 好 大花 全部都吃一個 然後來個 綜合好 好 大花 蛋米 綜合 這個平民美食 然後再來一個蛋跟湯 好 好 這個好像蠻酷的 我沒吃過 這新的嗎 對 好好好 這個老闆請客 沒有沒有 來 介紹美食給我們對不對 那我都再來一份 它這個位置很像那種 情人雅座 因為很多上班族他下班 他來這邊速速吃速走 你看他吃餐也非常快 壽司的優點就是這樣 就是 冷的也是好吃的 其實我非常喜歡吃壽司 我覺得它一直都沒有改變的 就是它的這個包裝 我覺得它如果用盤子裝 反而失去了味道 就沒那個感覺 就是內用還是要用這個 對 它就算 反正它就裝好了嘛 它也不管你內用外帶 反正我就是這個 它方便 然後我們也吃了才行 它就早上都做好 放在那邊 等你來拿 開動囉 這個是大花嘛 對 大花 這什麼都有 綜合就是 海苔跟豆皮 來我來看一下它的 海苔 喔 這海苔就是 Takuang 那個叫 黃色的腌黃瓜 平平美食啊 去哪裡吃壽司40塊 只要40塊就很飽 超懷念的口味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以前小時候 我不知道你的年紀啦 我的年紀小時候 嗯 學校福利社 賣的壽司就是這個味道 它的味道就是這樣嘛 那個醋的味道嘛 然後那個飯的 飯的味道 海苔的味道 肉鬆的味道 蘿蔔的味道 一模一樣 你不能說它高級 但是就是 懷念 它的好吃是那種 你懷念的 小時候味道的好吃 沒錯 喔 起司跟火腿 還有小黃瓜 包起司 我會很喜歡 那個小黃瓜咬下去 那個脆脆的感覺 好吃 欸 起司不錯 喔 這個 肉鬆給免錢的喔 其實它這個肉鬆 不是真的那種肉鬆 它這比較接近 早餐店在包飯糰的 那種肉粉 喔 原來是這樣 這個叫肉鬆 對 那個乎的意思 就是粉的意思 但這種也是蠻好吃 它加那個沙拉醬 是蠻搭的 其實早餐店那種沙拉 就是傳統的好吃 算是你小時候的 經歷的好吃 黑糖回來吃一下 連飯都有沾到 那個黑糖 嗯 好奇妙喔 沒吃過這個味道 沒吃過這個味道 但是 可以耶 我可以接受 有糖果的味道 嗯 就是黑糖的味道 嗯 來 我也來試一下這個味道 其實我覺得吃這個很解渴耶 它就很像喝湯 為什麼 就是它就是 非常滑順 然後你就 你可以把它 碾到爛掉 然後吞下來 吃這個味道 嗯 然後它 它沒有那種蛋腥味 它不是那種 調味很重的蒸蛋 有些蒸蛋調味很重 可能 爛你要 為了讓你吃起來很鮮啊 它就加了很多的調味進去 當然它是屬於 有味道 但是它是比較淡的 所以你吃起來會比較清爽 難怪洋蔥 或者說它覺得吃起來 很像在喝湯的感覺 有點結殼的感覺 基本上呢 我覺得 整體的表現啊 我覺得是好吃的 可以啦 絕對只有 只有個4.5的好不好 總分是10分 總分 沒有 不要害我變化 好 那我們就直接處理了 我們就趕快下一家 要把你怎麼拼得已經12碗 我們還有七八間要吃 對 繼續吃 碎豆腐 又 好大間喔 對 今天來到 就是我小時候幼稚園 就來吃的一間 糖果店 這小朋友最愛來的 以前我們叫小豆苗 小豆苗 小豆苗有什麼意思 我們就叫小豆苗 就是小豆苗裡面 就是這樣一格一格的 然後它有放很多塑膠袋 然後你自己挖 然後就蹭 它就跟你講多少錢 它是蹭金蹭兩 對 它有寫啊 每兩20元 喔 這是兩 但其實我一直不知道 兩的單位是什麼 是幾公斤 還是 兩喔 半斤八兩 喔 我們看一下有什麼 餅乾啊什麼的 我們拿一袋回去台北 好不好 還有那個 那個蜜餞也有 芒果乾什麼都有啊 我小時候就很愛吃芒果乾啊 有沒有什麼比較 那個Local的感覺 哇 連那個 肉乾都有 肉乾都有耶 你就這邊抓 它會這樣 一直補進來有沒有 你喜歡吃巧克力喔 我很喜歡 哇 酷 而且重點是它這邊就是 你可以多拿一點嘛 你不用一次買一包 就是全部拿一點點 唉唷 原來 洋蔥喜歡吃巧克力 我超愛吃超愛吃 而且就小時候也很喜歡這種 小時候也很喜歡金幣啊 金幣 超愛 金幣拿一個就好了謝謝 金幣容易踩雷 呵呵呵 但是就是會捨不得吃啦 因為喜歡的是它的這個樣子 欸 這都20元耶 其實它這邊 全部價錢都一樣啊 OK 搞定 YA 買巧克力 走 好 付錢 阿邱賢宗 我剛剛看24小時 沒錯 你哪一個週有開24小時 根本就是開個旁邊 KTV唱歌玩來吃的嘛 這邊有KTV喔 附近有 有好熱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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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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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這邊過去就是火車站 所以我在那邊其實坐車過來 這也蠻熱鬧的 很快 那這個也是你 你也算老店嗎 開很久了 這個沒有開到前面的 但是我之前來吃過 就是它出餐也很快 然後品質也是蠻穩定的 然後桃園真的沒有什麼鹹粥可以選 鹹粥其實我蠻喜歡吃的 對 因為鹹粥其實本身不貴 貴的是它的 它的菜要好吃 而且你看喔 你這樣看下去 沒有超過50塊的 這個 骨仔肉啊 或者是梅花肉三層肉 還有那種什麼炸燒肉 對 炸燒肉一定要點啊 好 來一個 你要吃瘦的就好了 可以都可以 我都可以 先鹹粥來一碗 鹹粥 然後 然後這邊 我覺得可以來一個 骨仔肉 沒問題 25塊 哇好便宜喔 超便宜 等一下來會不會這樣子 如果是台北25塊 可能是這樣喔 加捲來一個 耶 它這邊店面整個都蠻乾淨 然後它粥上來 也是漂漂亮亮的 舒服 這個就是一個小吃店 然後弄得乾乾淨 其實是可以帶女生來吃的 可以啊 對啊 可以啊 它這個也都是有稍微 小小的擺盤一下 我覺得 我眼睛最先入我眼簾第一名 這個 你如果認真拍這一盤 我相信現場觀眾看到螢幕 口水都 口水都流下來 就是跟炸雞排炸排骨一樣 只要有這種厚皮地瓜粉的 又香又脆 沒錯 然後像這個 骨仔肉 這個 好像 反正我就覺得它弄得有肥有瘦 然後吃起來很有Q 這就是那個骨頭周邊的肉尻下來 所以你 所以你看它的形狀不會是固定的 這個是蝦捲 筍絲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龍鳳腿 30塊 我朋友方巨勇 然後這個鹹粥 它裡面有這個應該是油蔥酥吧 我跟你講第一個鹹粥 什麼 胡椒家爆 家爆 胡椒家爆聽起來很奇怪 好像 好像 讓我想到我朋友 胡椒人家家爆 你敢吃嗎 我敢啊 但是我應該加一點點就好 加那麼多會很辣 觀眾留言起來 吃鹹粥是不是胡椒家爆 那我加一點 你不要那個 我已經吃過原味 不要逞強 不會逞強 你不要逞強 你像我很喜歡吃在 萬華那邊有一間 我忘記名字了 在以前那個 我有汪汪看醫院的旁邊 它裡面還會放一塊瘦肉 那一塊瘦肉就顯得很珍貴 就很像我們吃泡麵撈到的 一小塊那個不叫肉的肉 它那個其實也不是肉 那也不是肉 那個就是不知道怎麼 嚼起來 你那個叫做 科技很活 對 一秒理解的這個意思 科技很活的肉 有沒有你會吃到 你就會覺得好珍貴 這個最好吃 先吃吃看這個好了 這個也是我這邊超喜歡的 紅燒肉 好重喔 脆喔 這邊有醬 原味就好像 這24小時還有這個品質 其實是真的不錯 保障店啊 我在外面吃排骨飯 我也喜歡吃地瓜粉 你像吃上那一種不沾粉的 排骨我就不吃了 它的醬啊 我覺得它精華是這個醬 醬都一樣 蒜蓉醬油 甜點鹹鹹 然後有蒜蓉的味道 這間其實口味 我覺得是偏重一點的 然後這是我點的蝦捲 有沒有這皮有點像春捲的皮 然後把它炸的酥酥 炸春捲那種感覺 對 很辣的喔 欸我們剛剛這一餐 我付200多塊而已 他剛剛結帳250 嚇到我 200多塊 你剛剛糖果你知道 你買200塊嗎 買170左右 糖果也是在170 我覺得這可以點 這個開胃酸酸的 今天好像來的都是這種 比較傳統的 我覺得你跟哲丸啊 你們是不是故意都是看我的年紀啊 你本來會吃這種店嗎 年輕的不是都吃suffer way啊 賣的當當啊 但是我覺得其實 你到某一個 你到一個歲數之後 你不太喜歡去吃餐廳 你反而喜歡去探索這些小店 然後它最好是有一點年紀 然後牆壁看起來有點年紀啊 然後招牌看起來有點年輕 阿姨看起來也有年輕 阿姨沒有 你剛剛看起來很年輕 應該40左右 像你看隔壁 這些招牌如果是很新的 我覺得 你再開幾年我再來 太新 我們都喜歡這種小店 因為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傳統的小吃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吃鹹粥的 就是我覺得吃鹹粥的好處是說 你可以點到各式各樣的小菜 就跟你去吃黑白切一樣 其實重點都是在於 你點來滿滿的小菜 炸魚煙阿什麼 切一大堆小菜 來到鹹粥就是一定要點紅燒肉屁點 第一名 還有那個炸豆腐也會點 還有一些有炸三鮮 那個都要點 等一下吃太快了 等一下是不是要下一間 還有下一間喔 沒有嗎 沒有了 我都快炸開了 真的假的 再一間好不好 真的嗎 真的真的 不然我們吃個甜點嗎 唉唷 甜點喔 考慮一下 我都快糖尿病了你確定 你有公開你的糖尿病嗎 這個沒什麼好隱瞞的 沒什麼好隱瞞的 就自從上市跟蛇丸 他帶我去吃完那個炸冰 紅豆餅回來去驗學 就確診了 就糖尿病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們就把它幹掉 嗯 吃好飽喔 真的真的 我們剛吃了三四間有嗎 沒有啦 兩間加一個小豆苗而已 其實我剛說要去吃冰 但是我們小師哥不行 吃冰不行 我跟你講 他覺得今天甜份到頭了 要糖尿病了 我等一下開回去的路上我就昏倒 我現在出外景要帶藥耶 我剛到一半 我說阿代把我藥盒拿出來 有你剛吃到一半開始吃藥嗎 不好意思 我說我上次我出來 楊總說你在笑什麼 沒有我該吃藥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們是 依照小師哥的年紀下去挑選餐廳 來怎麼樣 壽司也是我小時候福利社的回憶 的味道 鹹粥更不用說了 也是我個人啦 私底下一定會去吃的 因為已經很少人願意來討人了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介紹 不能丟我們桃園的面子 不能拿出幾間 真的我覺得是口袋店的店 所以我們的觀眾朋友 今天吃的這兩間 有經過桃園 或是你是桃園人 都可以去吃看看 沒問題 我覺得洋蔥這次推薦的 蛇丸 蛇丸加點油吧 不輸你啊蛇丸 下次叫洋蔥帶你去吃吧 還不錯 沒關係 好不好 最後我們的獎品 我告訴你 厲害了 工商就是來的觸不及防 這是那個 車用的銀離紙的除臭噴霧 因為剛剛開了你的門之後 我覺得你蠻需要的 好險我這個都有帶幾瓶在車上 就是要應付你這種人 那我送上我的 我的本業還是插畫家 對對對 泱泱 對對對 不是泱泱啦 這個是我沒有袋子裝 我還沒出袋子來 我就送了一個我的娃娃 對這個是別增 對這個也不能放車上 放衣服上 酷酷酷謝謝 那這是滑鼠店是不是 不會不會不會 這是滑鼠店回去放電腦桌前 今天就非常謝謝 洋蔥 不會不會 好不好那我們這個下次 有機會 我就到洋蔥的頻道 欸不行啊 你的頻道我怎麼進去 你要怎麼進來 對啊 你要變成阿文啊 對啊 要變成阿文是嗎 對阿文 那 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沒有問題 我們下次見阿 下次見 拜拜 我現在要來噴 拜拜 現噴耶 現噴耶 現噴好不好 反正免錢的阿 不用錢嗎對不對 開賣了嗎 開賣了開賣了 好不好 記得那個要買的 你繼續噴 你繼續噴 我繼續噴嗎 你繼續噴我再講 那你再送我一罐 記得購買喔 連結 蝦皮連結放在下面 好不好 繼續噴喔 然後用力噴把它噴完 它這個是銀鋁脂除臭 好不好 下面連結 點起來 好 洋蔥噴完我再進一箱來 好 謝謝 謝謝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法易金庫 世界無敵 大美女徐海莉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